浩斯怀德是病 怀德 这个病在现前社会非常普遍 人不懂啊 太上老君重视因果 你看我们三个根里头 有太上老君的感应品 头一句话说得多好 霍佛无门 为人自找啊 没有人在管理 是你自己的因 敢得的果报 善因善苦 悟因就有果报 因云果报丝毫不爽啊 任何人一生呢 都无法 拜托的 现在这个社会 男女关系很混乱了 每一天 堕胎有多少 堕胎是杀人呢 英国律上常常警惕我们 是这么事情 欠命的要还命 欠债的要还钱 佛告诉我们 父子 父子 四种缘 没有缘 你不会变成父子 不会变成一家人 这四种缘 第一个是报恩 那这小孩好 好教 孝子贤孙 他是来报恩 你过去生争 对他有恩 第二种是抱怨的 情是有顾结 有怨恨 他来报仇的 那长大了 会叫你家破人亡 第三种呢 是讨债的 讨完他就走了 第四种是还债的 没有这个缘 不会成为一家人 这佛在经上跟我们说明的 这家人有什么关系 所以家要有道 要有规矩 如果没有道 没有规矩 这家就乱掉了 堕胎不得了 我听说 有个同修告诉我 那不是他自己 别人 他的一个朋友 好像堕胎二十多次 有通灵的人看到 他后面跟着一群小鬼 所以他自己苦不堪言 身体非常不好 很多病痛 那些病痛是吗 那病痛就是那些冤亲寨主 找他麻烦的 所以懂得英国的人 决定不敢干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你讲的要还命啊 你这次杀一个 你来次还他的命 你杀了二十个 要还二十多条命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 这害命的事情 怎么可以干 好色 堕胎 那就是杀人 这个罪业可重了 不但坏德 现在人不讲道德 但是 懂英国的人 你要还命 你敢不敢走 这是病 这个病我们看见 身体 衰败 痛苦不堪 他自己不知道原因 明眼仍看得清清楚楚 知道了吗 就是 谢谢观看